曾经担任2017年Tara海洋探所展活动大使的简蔓书 再度受邀参加Tara探险员世界摄影展 热爱海洋的简蔓书分享对当下环境的深刻感知 整个地球环境面临急剧转变 极端气候影响全球生态系统 展览中的每幅作品都在诉说着大海需要我们 今天很荣幸参加这个作为大使 用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希望唤醒大家去更关注觉察 我们的海洋保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带着小孩去海边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蛮感触的 因为真的在海滩上会看到很多人为遗留下来的垃圾 什么都有对不对 真的什么都有 奇怪怪刚刚跟大家分享交友的时候 还听过还看到有人曾经看过保龄球 就是什么奇怪的东西烤肉架 然后很常见的塑料的制品 保特瓶 吸管 塑胶袋 所以其实很心痛之外 就是当然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 在带小孩在海边玩的时候 也会教他们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带过去的东西全部带走 不要遗落在海滩上 然后沿途如果有看到垃圾 就是就一起捡回去带回家 那除了我们人类自己之外 其实这个地球还有很多生物要共同一起生活 并不是只是我们而已 那用一个比较希望地球永续的方式 让用这个概念去爱地球 让它可以生生不息地永续下去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 由知名品牌设计师创立的Tara海洋科学考察基金会 20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船员 艺术家和助船记者一同搭乘Tara探险船 在全球各大海域进行探勘任务 并积极分享气候变迁和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其实会不太知道这是哪里 然后知道是那个探险船员 他们在那个很高的桅杆上面 俯瞰下去拍的 那因为这个船可以破冰 所以它是那个双螺旋去把它打出来一个形状 很像一个问号 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直接就看到这一幅照片是我觉得蛮震撼的 有一种哇很壮阔的感觉 这个就是七年前2017年的时候 我来担任大大使的时候 Tara从台湾开往香港所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这边有那个海豚在跳跃 所以看到这幅的时候有一种 七年前很开心很感动又再见的那种感觉 本次展览由Tara海洋科学考察基金会主办 展示了45幅真轨影像 透过Tara探险船员的独特视角 向观众呈现过去20年来的海洋保育航程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Oh 好